南海仲裁菲律宾大获全胜 大陆军网随即精心剪辑 解放军在南海军演的震撼画面 高调宣誓主权 同时大陆国务院发表 南海争议白皮书 强调南海是中国固有领土 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争议 并且呼吁两岸共同维护 维护好南海的主场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共同义务 所以我想这点 两岸是有共识的 我们也希望和台湾同胞一起 共同努力维护好我们的主场 两岸共同的主场不容他人掠夺 大陆不排除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 大家看到的是有一个国家 他派了庞大的航母舰队在南海活动 所以说你们去看吧 你们自己去评判吧 中国会不会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 整个中国在东海化了 在南海是不是需要化 要根据我们受到威胁的程度 如果我们的安全受到威胁 当然要有权化 对于仲裁 大陆官方和民间同仇敌忆 菲律宾驻北京的使馆周边 气氛紧张 南海仲裁案让中非两国关系陷入僵局 一大早在北京菲律宾大使馆这边 维安也跟着升级 不但加强了警力的派驻 周边也一度拉起了封锁线 这么多年了都是中国一直在用着 它哪能是它的 我觉得应该是该强硬的时候 就需要强硬 在领土主权的议题上 大陆从不退让 南海局势已经升温 记者综合报道